勞工在勞保有效期間內死亡 按照規定 配偶或子女等人 可依資格順位來勤領遺屬年金 但如果勞工沒有父母 子女 或是受撫養的兄弟姐妹 那這些錢就會被充公 這和公保可以指定 其他受益人不同 全國產總認為 勞保保費大部分來自薪資 本來就是勞工的錢 政府應該修法鬆綁勤領規定 北市產總認為 勞保能和公保一致是好事 但如果沒有共識 也不用貿然修法 制度改變 涉及整體年金的改革 牽一髮而動全身 保證認為勞保屬於風險分擔 無法保證領回的社會保險 因此現行制度也還在合理範圍 它就是一個風險事故給付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保險 全世界各國的設計 沒有說一人投保 就全家毫無條件 毫無資格限制的 勞領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勞退它是一個強迫儲蓄 它是可以 它是個人的資產 所以某種程度上 勞退的部分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勞動部對此說明 目前還是規定 要和被保險人有依存關係 才能勞領 去年以邀請專家學者來共同研究 但還沒有修法共事 也是新聞綜合報導